立委辦公室電話想不停 打來陳情的都是要問 申請勞保老年給付一次領後 能不能再改回年金 他如何來做選擇 這個反而是比較重要 民眾求助立委改退休金月領 但委員也愛莫能助 因為只要勞保年金一入賬 要改根本不可能 就怕選錯方案 勞保局還是湧盡大批民眾 詢問退休金怎麼領 選擇月領還是一次領 那當然 其實我們按月領的話 大概六到八年就還等 也是跟你跟我們好奇要來了解 第二我是要來了解說 月退跟年退是有什麼差別 民眾實在不知道怎樣選最好 其實一次領跟按月領 以六十歲退休的勞工 年資三十年 平均月投保薪資三萬二來計算 一次領到一百四四萬 但是月領一個月有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塊 等於是領了八年一個月 就會超過一百四十四萬 可以領一百四十多萬 我把它平均可以一個月領到一萬六 後來他聽我講一講他要月退 不然他一直堅持要要那個 就一次領啊 一次領的話就是錢馬上用光嘛 月領的話是比較長久 政府不信用啊 他會變來變去啊 就是怕這樣 想要分月領 卻擔心政府政策隨時改變 勞保退休金的問題 真的讓民眾很頭痛 鄉親付得起來的政府 大家晚安 很多壽星階級 勞工階級 因為去馬英九跟他的政府 被嚇到 公為不算數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恐慌心理之下 就去一次把他的月退換成一次領 結果這消息出來了 夭壽喔 你如果超過半年夾一個月之後 你其實後面都是可以多領的 現在有很多人說 那我後悔了怎麼辦 我們在這裡撤下去 跟各位介紹現場四位裡面 第一位 第六個黃雄高雄 大家好 再來資深媒體人翁水町 大家好 再來我們財經專家王潔明 大家好 看看資深媒體我們的鍾良旺 主持人公布養情大家好 來 我們來看一看 蘋果 中國 官方招任 勞保已經招擠兌768億 還有呢 一次領很虧 勞工你嚇了 早該保證不倒嘛 中國時報 勞保局 年金只要你六到八年 就超過一次 請你 而且你如果 七年中間裡面 不興你翁星 你會怕你 或是你的勘手 要我都幫你領著 這樣的一個訊息出來之後 讓很多勞工 害人 害人不對話 我想請教一下 潔明 是 這樣的一個訊息 今天很多人後悔 第一個 後悔有理嗎 第二個 沒有機會再給他一個重新的選擇 錯在他們嗎 當然不是錯在他們啊 我要說這個政府是在很壞 我們這一路過來 其實已經跟老百姓說了很多次 他有多壞啊 第一個很壞的事情是 是公布數據完才知道 被提醒這麼多錢嗎 不會嘛 他每天 各位觀眾 每天都有數字 每天都是破表的數字 他不 他等到什麼 等到公布完才說 哎呀 對不起 你不要趕快領啊 他過程不說 他不壞 很壞啊 然後第一次被他抓到 抓到兩包說 你為什麼沒有講 他說 媒體沒有說 他不怪他自己喔 反反复复的是我們政府 他不怪自己 第三個多壞啊 那破產也是政府說的 不破產是政府說的 你知道老百姓的資訊 其實是很複雜 有多誇張啊 有一次 因為我是住在竹北 我從台北坐火車回到竹北 我在中立轉車的時候 那中立車站 我看大概有三個櫃台 月台 我在最左邊月台 我可以聽到 右邊那個月台 三個就是準備退休 看起來是媽咪的樣子 很大聲的說 那要一次領 二次 那種緊張 我跨過三個月台 我都感受得到 所以這個訊息 我不相信政府不知道 他不來處理 這個政府有多壞啊 壞到這個程度就是 為什麼現在大家急得領 剛剛我們在聊 為什麼這時候 那麼急破領 因為生活條件 在這四年 搞得越來越糟糕的 人們怕沒有錢 請問一下 我剛剛說的這四件事 哪件事情 不跟我們政府有關 所以還有 我要再提醒觀眾朋友 我們昨天有算了一下 真的算一下 這個再給大家算 因為768 總共5.6萬人提領 那麼總共被提領137 137呢 其實就是等於說 大概是月薪3.1萬 現在我要跟你各位報告 月薪3.1萬呢 一般你一個月呢 可以領到就是1萬2 那你一年下來呢 你就可以大概領到 14萬 14萬 所以你10年下來呢 就可以拿到144萬 那一般來說 我們還有餘命 20萬 大概是女性要20年 男性要15年 所以就是說你 實際等到走的時候呢 應該都可以領到 300多萬以上錢喔 你千萬不要為了這 137萬 損失了 你可能每個月1萬2 一年有14萬 加起來10年有140 甚至20年有280萬 一定要想盡 如果以現在制度 沒有改變的話 是有這麼多錢的 是 各位朋友 我們如果像今天 中國四部 年金零六到八年 就超過一次請零 各位朋友 這個訊息 如果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讓人知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保證不得 這兩個訊息 如果都出來的時候 瑞德兄 今天會有這麼多人擠兌嗎 今天包括老委會 今天包括 國民黨的民意代表 都出來說 就是你們電視名罪對不對 電視上面這樣說 說到這樣 大家驚到要死 今天老婆已經不到了 才去擠兌 是這樣嗎 我告訴各位 還原到去年的10月 聯合晚報的頭版 什麼 老保那時候 又是王盧璇有沒有 王盧璇的時候 做老保的主委的時候 他把他送上去裡面 要求 老保年金政府要入法保障 行政院刪掉 是不是這樣 然後退回 因為這樣聯合晚報頭版以後 造成舉國花然 蛤 為什麼我們的行政院 行政院 竟然把我們980萬的老公 當作棄嬰啊 後來一連串的政府官員 講什麼 軍公教 老闆 軍保公保的老闆 因為他的僱主是政府 而你們的僱主 是一般的僱主 所以不一樣 所以不應該由政府 跟納稅人來共同負擔 最後責任 所以大家不知道 驚到驚到驚到說 原來政府是不負責任 要擺爛了 還有人說 如果到時候來領不到錢 不是政府的這個人 不能用國庫來出 所以大家才驚慌恐慌 我們在電視節目 不斷的跟大家講 叫大家千萬不要擠兌 急著去領一次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就跟你們講了 八年過後 你所領的錢 就超過一次的錢嘛 如果領月退的話 那麼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 768億啊 兩個月 對上去年的10月11月 擠兌了768億 將近 媒體那時候只報說 去年10月擠兌205億的時候 哇 勞委會就說 這個只是暫時的 沒有那個 等到現在發現 不是205億 去年10月是400多億 是兩倍啊 勞委會主委講說什麼 媒體沒有負應該的責任 那媒體是不是應該 一開始就跟你講說 400多億呢 對不對 是誰造成的 是政府造成的 從頭到尾 這個恐慌這個不安 這個心 讓大家所有的人害怕 都是政府造成的 所以政府應該有補救的機會 補救從哪天開始 從聯合晚報頭版 那天開始 是 我在補中一件事 我剛才說三個壞 四個壞 還要再加一個壞 現在呢你後悔對不對 你就說政府對不起 那時候沒有講清楚 我們現在 你現在報紙已經說了 原來這麼多 所以我不該一次領回來 因此呢就決定說什麼 決定我可不可以 就是我退回來 因為錢還沒到嘛 你申請到你拿錢 是7到10年後 那錢還在空中 我補定手續費 我改成月退好不好 他說到目前為止 不行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那為什麼這個行 本來阿炳已經刪掉了 這個所謂的18% 為什麼他可以回復回來 為什麼他可以 為什麼勞工不可以 再問一次 為什麼這件可以18%拿回來 為什麼勞工不可以 你說壞不壞 壞透了 是 這個宜宏兄我請教一下 從去年大概10月開始 不管是勞保局 不管是行政院 或者是相關的部位所長 加上陳松加上馬英九 他們改變了幾次的說法 他們可以一再改 為什麼勞工一次定江山 其實政府有負責任 他們訊息充分非常準確 那就這個勞保年金還是月退 要一次領還是月退 其實勞工如果做了選擇 他要改變重新選擇 為什麼不可以 國家有損失嗎 國家沒有損失阿 他的退休金 本來就是這些勞工的嘛 是 今晚飯是他的嘛 他要怎麼吃 他早跟你說 他要開飯做飯吃 今天覺得說 我要蓋 我要煮一碗 那他的飯阿 那一碗飯就是他的阿 那個退休金是他的阿 你今天允許他這個反悔 我不喜歡用反悔 因為這沒有反悔的 重新選擇嘛 你讓他重新選擇 你政府有必要 在那邊講說 法令不准 法令不可以 你有必要這樣嗎 這些勞工 因為你政府的訊息 不明確 這些勞工 因為不信任你政府 他 我跟你講 大部分的勞工知道 月退跟一次領的差別 知道啦 可是他們為什麼要一次領 怕一千就領不 到時候一毛都領不到 所以他們先落袋為安 所以這個情況下 你政府更應該 讓這些在十月十一月 因為政府訊息的錯亂 而受傷的這些勞工 有機會重新做選擇 我們來看一下 民進黨支庫執行長林萬一 今天標示說 政府誇大勞保債的問題 勞保債說 現況可以維持十五年 裡面沒有問題 結果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之前的那種恐慌 看起來是不像十五年之內 沒有問題啊 林萬一說 其實真正問題是 軍工教的部分 不是勞保的問題 但是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這些勞工或受金階級 為什麼他們特別容易 受到恐慌的因素影響 因為他的退休唯一的依靠 大多數的勞工唯一的依靠 就是這條錢 他們沒有百條 他們沒有十八% 他們也沒有所謂的月退縫 雖然勞保年金可以用月領 但是那個跟實際上月退縫 其實是差很多的 差跌到 對 我們講說所得替代率 其實有些三十%四十%不到 我認為去年十月十一月 甚至十二月可能也有 只是數字還沒有統計出來 去一次領的這些勞工朋友們 他是在一個被錯誤的資訊引導之下 所做出來的不明智的決定 這錯誤資訊哪裡來的 政府放出來的 是政府放的 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我們手邊沒有那個數字 我們當時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有說勞工你趕快去領嗎 沒有 從來沒有人講過這樣的話 我們當時說政府你不能擺爛 對 不要負責任 可是別忘了 政府到現在還在擺爛 馬英九今天只是出來口頭保證 我一再強調 馬英九的口頭保證如果可以相信 我們現在早就633了 今天會造成恐慌 不正是因為馬英九 沉沖他們之前的 對啊 你今天光口頭保證是沒有用的 勞保條例趕快把政府 負最終的提撥責任 把他白紙寫黑紙 把他立上去 我相信勞工大概就不會 這麼急的距離 另外一個我要講的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勞工做了在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 做這樣的決定 記不記得詐騙集團很流行的時候 是 這個我們的內政部還告訴銀行的行員 說如果有人要來提領大額現金 是不是填匯款單的時候 你要想盡辦法拖延他 沒錯 如果覺得是詐騙集團 你趕快請警察機關來處理 沒錯 欸 我的錢我要領你 關你屁事啊 可是當時政府是因為 詐騙集團太猖獗了 所以用這一道的機制 那同樣的道理 當去年10月11月 勞工要去一次領的時候 勞保局的人 怎麼沒有勸勸這些勞工說 欸不要急 你真的領6到8年喔 你就領得比你一次領還多 為什麼不阻止他們 李孟兄我可以給你回答 因為這一些勞保局的人 也知道馬英九跟陳聰 不做保證啊 對 馬英九跟陳聰不做保證 傑民如何希望這些下面的人做保證 那另外你剛舉的那一個例子 是一個很好的歷史 軍公教的部分 可不可以我們再看一下 這是今年11月 去年11月的報紙上面說 扁刪掉了就是部分的所謂18% 但馬總統第一時間就回復 已經是三年後回復 那麼所以有7萬人的戶頭呢 因為就因為他被刪掉一部分嘛 所以他有個戶頭是領比較少的 甚至沒有 那麼有7萬多人 就恢復他的這個戶頭呢 又領了18% 回存了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政策原本是不可以的 但馬總統又讓他可以的 我的問題事情是 這些領18%的這些人 為什麼 因為他就在公家機關待過 所以他就可以領18% 而我們這些老百姓 繳稅繳了一輩子 好不容易退休了 那我因為聽到一些集體恐慌嘛 那這集體恐慌就是集體的詐騙集團 所造成集體恐慌 我經常說詐騙集團是沒有錯的 因為一次又一次的騙嘛 為什麼會有集體恐慌 就是因為一次又一次的不確定性 造成我恐慌嘛 所以一恐慌我就覺得 那我就可能在前幾天要領 比如說我下禮拜就要領這個 這個勞退了 勞保了這個給付金的時候 我可能前面一個禮拜就睡不著覺了 就已經在猶豫 我到底要不要去聽你 那終於等到那一天了 啊算了 去了 因為報紙上面還講恐怖嘛 好了去了 為什麼這些人可以拿回來 為什麼這些我們自己辛苦錢 剛剛教授人教 這是我的錢 我為什麼不能改變呢 這不就是太可惡的行為了嗎 我補充一下 依照限制是6到8年會還本 會領的比較多 可是別忘了 這個月中 新的所謂的老百改革方案要出來了 將來方向大概就是多角少領 或是把你的投保薪資的年限 現在是60個月平均 可能改成全部投保年資的平均 這個時候 就不見得是6到8年就領得回來 所以我覺得政府你要趕快 出面解決這個問題 要不然我跟你講 等你一公佈的時候 搞不好下一波的擠兌槽又來了 好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休息一下我們繼續 謝謝 我先拍一張合照 經濟部表揚模範公務員 巧的是最近因為年終獎金太高 惹上爭議的台電和中油 兩位董事長 剛好就坐在部長的右手邊 大家臉上掛著笑容 不過說到要砍國營事業的年終獎金 臉色恐怕就不太好看 以台電來說 每年年終獎金 包括考成獎金和績效獎金 加起來最高有4.6個月 不過台電頻頻虧損 獎金卻照拿引發爭議 因此經濟部規劃 未來績效獎金 必須和當年度的經濟成長率 失業率以及加戶 所得最低20%的 所得成長率一起聯動 假設經濟副成長 假設失業率高達到6%的話 要發大概發不下去的 所以真的經濟情況 真的很不好的話 我是覺得有可能不發 經濟不好 不是我們台電所造成 如果要用台電的員工 來背負整個經濟的成長 或是衰退 那麼由台電來扛 我想這個台電 對整個社會給予的壓力 是太過於沉重 台電員工從2011年開始 先借支領走了年終獎金 但是研考會 投一招把台電的考成績效 從假等改列一等 台電2700名員工 先領走了假等獎金 現在都得吐出來 事業機構在預支或借支的時候 多加個單書 要最後看政府機關 核定的怎麼樣 再做處理 這是在當時 要做預支借支的時候 就必須要有一個風險在那裡 我想這個不叫借支 這個向我們國家來做追討 因為我們現在的績效獎金 是100年的 我們到目前為止已經102年 經過了一年 我們的考評出不來 我們台電到目前為止 也不過是借支了66天 工會反彈聲浪大 加上台電這2700名員工當中 已經有900人 臨走了假等年終獎金 退休閃人 如今經濟部要追討回來 恐怕還得費一番苦心 各位朋友 這個叫做平衡 這個世界有的人 時間都過起來 他們沒中 但是有另外一種人 時間還沒到他生而已 這個叫做平衡 各位朋友 我們沒聽說 小孩死下來晚報戶口的 你沒聽說小孩還沒死去 報戶口嗎 我們現在就是這種情形 這意味的一件事情 績效獎金是做假的 因為沒有意義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這回傷腦筋 台電考醫 已經預支了考假的獎金 再來國營事業的績效獎金 今年照發 中油台電最高可以領到 4.6個月的年終獎金 含績效獎金 再考成獎金 引起外界的話 施燕翔沒中怎麼說 已經核定的一百年度 績效獎金 將如數發話 不會變更 不變更 就是不變更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有道理嗎 傑銘有道理嗎 我真的要讓我們那間位 董事長說 他說這個東西是他該領的 從來沒有減少 不能怪到他們 我要提醒他回復一下記憶 可能他真的忘掉了 來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是蘋果日報 這邊是講的是他每一年的 就是預算是零 預算是贏 但是實際上都有支付 但有趣的地方 請觀眾朋友看是2008年 我們對一下2008年 很有趣的事情發生 前面的績效獎金18萬 後面績效獎金16萬 為什麼這邊出現一個4萬塊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2008年那年景氣不好 所以他們就減少他們的績效獎金 那一年的績效獎金呢 是0.5個月 0.5個月 如果可以放大 我想要讓我們那位董事長 提醒他 他可能不記得 以前景氣不好的時候 曾經 台電曾經指領了0.5個月 我提醒他這件事情 我們這樣講 為什麼這次老百姓 對於中油或者台電的 這個績效獎金 特別的感冒 原因很清楚啊 因為我們現在企業家 我們在去年總共倒閉8800家企業 很多的人 每個人他上班族 每次加油 油錢暴增 看到電費 兩手發麻 這些都誰造成的 都是中油台電 不論他們有多委屈 但是公親世主啊 是你讓我們老百姓 生活絕對很痛苦 所以痛苦到什麼時候 我們跟大家解釋過了 我們去年的今年年長期 就是去年到今年發年長期 連想都不想的時候 你看到這些所謂造成我們 生活困境的人 他繼續領這些錢 而中油再提醒一下 他以前不是沒有 以前之前領過0.5啊 為什麼可以蠻憾的說 他本來就該領 而且領到什麼程度 領到還沒有先預領的時候 就預支 而且還大聲的說 這本來就有該領的 我們再講一件事啊 景氣本來就有循環 煤炭的價格每次都有波動 我只問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這個董事長 講的是真的 那監察院就不應該談課啊 那就表示監察院是錯的囉 那監察院就會關起來啊 因為監察院談那個是錯的啊 那為什麼同樣且你要報兩次 金額是高達99億 連報兩次呢 為什麼這些不講清楚 還有剛才董事長講的 正正有詞 公會理事 公會理事 講的正正有詞 對不起 我跟這樣公正理會 講的正有詞 那我再回一件事 就是去年10月份 中央政府要求台電 撤換五家民營子公司的董監事 現在已經三個月了 請問一下 撤換了沒有 當時你最有趣 最可惡的地方 不是有趣 是可惡的地方 那麼政府要求 他跟他談電價 然後呢 結果是怎麼樣呢 結果事情是 他決定去告民營電廠 告民營我們知道 民事一搞 搞了一兩年 為什麼是你不付人家 由民營電廠來告你呢 所以整個過程當中 在面對這麼樣大的問題的時候 他可以蠻罕的說 我該理這邊錢 年旺兄 我們就以這件事情 剛剛講的 如果這件事情 他辦好了有沒有績笑 當然有啊 有績笑 拿績笑獎金就OK 應該 結果呢 結果沒有 沒有 績笑獎金為了拿 這位理事長 他剛才說到這個 正正有詞 理直氣壯 經濟不好又不是台電的錯 我同意 這句話百分之百同意 經濟不好也不是廣大 980萬勞工朋友的錯 那為什麼勞工這麼倒楣呢 那我告訴你 什麼事情是台電的錯 好 OK 第一個 台電的採購弊案 你去監察院翻看看 搭起來 竟然比我更高了 這是不是台電的錯 還有 為什麼我們的核市場的造價 是全世界最貴的 我們的核市場 是用孫舊還是空間 為什麼我們造價 是全世界最貴的 甚至 這是前核市的工程師 林中堯出來講 是 他寫了一本這個核市的白皮書 他說核市場 因為建造時間拖太久了 最早安裝好的零組件 將來如果要運轉的時候 已經不能用 因為已經過奇效了 都新生 已經過使用期限 請問這是不是台電的錯 還有 自由時報去年 曾經做過很大篇的專欄 他講說台電 大多數的發電廠的廠長 退休進行 都會進行大批的採購 就現在備品買了一堆 買了幾千億在那邊 請問 這是不是台電的錯 所以台電工會理事長 那個有 是不是有時間的壓迫 我不曉得是時間的壓迫 還是其他的壓迫 因為退休不能延後 對 退休不能延後 所以他趕快買 所以我請問這位理事長 你講的真正有詞 我以上講的這些事情 包括傑明剛剛講 這民營電廠購電的事情 這是不是台電的錯 台電今天不是沒有問題 是問題幾大堆 我們會進戶外插你 好 那現在講一個 很嚴重違法的問題 中油績效獎金先領 台電先領 預算編零 可是可以發幾十億 請問我們國家還有沒有法律 我們的預算法是整天說 法律只針對那些可憐的勞工 針對可憐人就對了 所以這個行不上貴族 行不上士大夫就對了 所以你看嘛 預算編的是零 預算法講得清清楚楚 我編給你多少錢 你可以用多少錢 我沒有編的你就不能用 那台電請問你憑什麼 預算編零可以發幾十億 而且過去都這樣 我覺得 台電跟這些國營事業的邏輯 我們過去都這樣啊 我告訴大家 過去做的事情不代表是對的 如果是這樣 我們台灣的總統 現在還信蔣不會信馬 因為過去都是蔣總統嘛 好 我們再來看看 不過我們光怪台電跟中油 是有點難為他們 也不是只有他們這個樣子 台鐵連二十六年累計虧損千億 安主啊 那又怎麼樣 照編七點八億獎金 信保基金虧數十億 員工照相給你捏 三十六萬的總結拜託 不是三點六萬喔 是三十六萬 台鐵被收押了幾個副局長 是 還有臉領年終獎金啊 真是丟臉 那個績效到底在哪裡 我要問瑞德兄 是 換句話說 這顯然不是獨立現象 孤立現象嘛 可能所有的公家機關 還是經濟部高中部 只要是公家的 顯然 我們都吃到胖子 今天蘋果日報裡面也有 農委會酬庸卸任高官月領十四點五萬 在下面 上面說 好 那一零一年 就是 今年 年底要審的這個台電跟中油國營企業 如果按照績效 如果不行的話 表現差的話 甚至於可以不要給 我們現在不是說要為我們台電 不是說要為我們中油的東西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 我們現在講的是一個道理 合不合理 不是過期可以做 你現在就可以做 為什麼呢 這個政府最近 從去年底到現在 常常出現的四個字叫做 行之有年 剛剛講到台電跟中油他們借資 還沒有立法院還沒有審過的這個預算 對不對 先借資他說是因為行之有年 因為當有節要過要搞對不對 親民節要搞 因為過年嘛 所以還沒有審過 所以先借資嘛 好像是對的 聽起來好像是人情世俗是對的 你的預算還沒過 你就先借資 那你說大家都這樣做啊 而且行之有年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真的講坦白的 法務部調查局 你知道嗎 以前不管你多大的官一個月賺多少錢 中和所得稅 所有年底都只報百分之六 行之有年 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呢 因為當時調查局要學歷高 能資歷好 可是他的薪水提不高 那我就掃繳稅用這種方式來變相補貼啊 但當時百分之六的中和所得稅是政府默許 所以可以這樣幹嘛對不對 後來整個都拿出來媒體報導出來以後 哇一天這麼大空 原來要補稅啊 原來搞了半天不可以這樣子啊 當年便宜行事 難道你就行之有年嗎 所以台電跟中油 尤其是台電 為什麼呢 台電是股門獨自的行業啊 今年八月 今年十月以後馬英雄跟你講喔 又要漲那個十一%對不對 整個氣料 然後呢 又要給你搞一個什麼浮動電價 在他的成本還是一團迷的情況之下 你的績效何在 不要說何事啦 不要說什麼民營電廠 不要說整個去買電 繡個來買老百姓 你們到底你們搞什麼鬼 在這麼多問題沒有解決之前 你如何告訴我 因為行之有年 所以你要領三四五個年總獎金 所以說 如果要做 不是做不動 年終未問金 退休人員 年終未問金 不是有改革嗎 我們再看一下 真的 要要怪這些 台電這些 可能又不太公平 我們再看一下海基會 立委何欣純指控說 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 高孔年月薪多少 二十三萬五千六百四十塊 你知道他這次年終年多少 九十四萬共一百萬 他一年也不過兩百多 兩百多已經很多 他的年終獎金 育鴻兄 快要一半半年的薪水 沒有錯 有道理嗎 年終就領了九十二萬 九十萬是很多勞工朋友 可能兩年三年以上的薪 還有沒有年終獎金 其實剛剛主持人講到一個重要的一個現象 就是這不是台電中有而已 這是整個國營企業的普遍現象 就是這些國營企業問題重重 弊端連連 可是每個人都領高額的年終獎金跟績效獎金 那這些錢是從哪裡來啊 當然是我們的納稅人的錢 為什麼那些勞工或者有些窮苦家庭 要去搜尋 要去搜尋 好 那我跟大家看一小段文字 是這一集的新新聞 他們的社論 為什麼這些國營企業到今天施言響 還給你提一個三個指標 什麼GDP啦 什麼這個失業率啦 又來了 我倒是同意那個台電的公會理事長的講法 這個經濟發展跟他們有什麼關係啊 我們要看的是這些國營企業 他們的經營是不是有問題 他們有沒有弊端 如果這些改革都做到了 就像前面的來賓講的 那你在花年終獎金 我們都甘願 都沒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馬英九非發不可 為什麼詩言講出來 弄一個根本是莫名其妙的一個指標 他只是為了這個忽言了事 為了掩護今年要續發啦 今年我跟你講國企業 國營企業都會續發 為什麼 大家來看這一段文字 這個新新聞的社論他講 國民黨可以用國營事業 龐大的利基來收買地方的政商集團 可以透過複雜的投資跟轉投資 來進行利益輸送 重點在下面 是 形成龐大的政商共生結構 國民黨的支撇體系 因此成形 是 所以新新聞的社論告訴你 是 這種國氣 你還要忍耐嗎 忍耐他嗎 是 他說 國營事業 假國家 假人民 假到這樣的程度 真是 礦股以來 前所未見 這個政府不給他倒 還有什麼天理 這個政府不給他倒 還有什麼天理 是 我們就擔心的 不是這個政府不倒 我們擔心的是勞保其他都倒 各位朋友 以經濟部來講的時候 真的改變我平常對經濟這兩個概念 你如果去坐飛車 坐飛車 上面叫做經濟艙 經濟艙就是說等級最差的 上面有商務艙 頭等艙 可是我們今天看到 跟經濟部掛在一起的 那是超級超級頭等艙加經濟艙 但是別的老百姓 給我們來貼這些錢 這個有道理嗎 馬鑫九有道理嗎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要看GDP 現在話題持續延燒 在立法院財委會 藍營立委甚至加碼 政府官員更要比照辦理 這個聯動也太奇怪了 國營事業的員工 他要對經濟成長率 跟失業率負責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總統 行政院長 各部會首長 不是更應該要聯動嗎 認為國營事業如果要負經濟責任 那總統和各部會的首長更該負責 因此立委一一點名 就連國防部退府會的官員 都要給答案 如果你們首長的薪水 跟經濟成長率失業率掛鉤 你願意嗎 就我個人來講的話 我願意配合整個行政團隊 郭國全劉副主委 你們退府會 願意為失業率經濟成長率負責嗎 我想應該還是配合整個政府的政策吧 張部長你覺得是好主義嗎 我覺得薪酬制度是一個制度 那跟經濟成長率的起起伏伏 應該是關聯性不大 公司的績效獎金就是看公司的績效 台上一陣尷尬 提出修改辦法的經濟部 這下也不敢多說什麼 那你覺得總統跟院長 他的年終獎金 應不應該跟經濟成長率 跟失業率掛鉤在一起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我尊重制度的安排 剛剛部長 那你們這樣太拍馬了 你看太拍馬屁了 你看 你對國營失業員工 你要他為跟經濟成長率 跟失業率負責 要聯動 可是 總統院長各部會首長的年終獎金 應不應該跟經濟成長率 失業率掛鉤在一起 你卻不敢不至於辭 有一點張飛打月飛 你怎麼說這樣 不知道怎麼搏 我不會搏 立委炮火猛烈 只是這場質詢看起來 到底誰該負起GDP的責任 真的是張飛打月飛 傻傻分不清了 各位朋友 我們來看看 把國營失業企業的年終獎金 跟什麼經濟成長率 失業率 交互所得增長率 掛在一起 有沒有道理 這是一回事 至於現狀 是不是合理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先來看看 經濟如果差 國營失業基礎獎金 叫減八股 國營失業基礎獎金 說有兩個方案 有可能 第一個方案 發2.6個月 要看什麼 失業率 經濟成長率 還有最低加戶所得的成長率 方案二 失業率跟經濟成長率 那麼加戶所得不算在裡面 我們看近五年來的經濟指標 經濟成長率 這個古年1.13 失業率4.24 我們就觀看這兩個 要到六公實在 是很難 不過我要問的是 傑民兄 按照他們現在所講 好像現狀是合理的 因為現狀不是失業率是六 這個是不是在模糊焦點 現狀 人家討論是現狀合不合理 我們要說一件事情 他一直口口聲說 這個電力跟這個國家 是沒有關係 我這樣講 如果真的我們國家失業率 真的到6%以上的話 也不需要電力公司了 你也不需要發電了 因為百姓焦條 工廠都倒了 要你電力公司幹嘛呢 所以我們真的不要模糊焦點 我們的重點事情是 目前的現狀是誰造成的 不論是你台電還是政府 其實國營企業就是政府的一環 其實我要說一件事情 我這裡有一份資料 有時候並不是 我太意思說 你不要拿是拿阿炳跟馬英九來比 但是實際上真的有時候比一比 還真的有點心酸 每次都說阿炳現在 真的關在監獄裡面 好像他是一個大貪污 可是你如果站在所謂的 年終獎金來比一比 答案就揭露 這個圖卡有點小 不過不知道我們看得清楚 這是過去企業 民間企業領年終獎金的狀況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很高的 是很高的 這是什麼時候 這是08年 08年就領07年的嘛 是 07年是誰執政的 阿扁執政 之後呢 好不容易呢 在11年稍微調高之後 又下去了 但是也從來沒有超過阿扁 對 這叫阿扁魔咒 就是從來沒有超過阿扁年代 企業的一個年終獎金 而且重點事情是 這幾個低的 全都在我們馬總統的任內 我們說這件事情 今天電力或者油 它其實是一種政策 在台灣是一個完全島嶼的一個國家的時候 這個政策是去支撐這個國家往上升的力道 當你發現到一個油或者一個電 你沒有辦法提供廉價相對合理的電 或相對油的時候 按照我們周圍的國家的做法是什麼 我們周圍的國家是 它想辦法到國外去賺 或想辦法去包工程 來彌補的這個力道 彌補這個虧數 我們講過很多次 包括新加坡的公用企業 或者韓國公用企業都是這樣做的 是沒有錯 傑平兄 當然這個整個經濟部的國 或者其他部的國營企業 不是只有台電跟中央 這是其中一例 但是我要問的就是說 連旺兄 我們當然不反對總統 院長 內閣閣員應該要負責 可是我們現在問就是說 如果設這三條件要怎麼樣怎麼樣 是不是他要把現在這個不合理現狀的討論 把它蓋掉 我覺得他的用意是這樣的 他故意把這個條件設得非常的高 這個門檻基本上台灣要到失業率到達6% 根據台灣從有失業率統計來的狀況之下 好像沒有 歷史上好像沒有出現過 那要6%跟GDP同時是負的 那基本上更難 所以好 這個門檻太高達不到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合理的 這個邏輯是不對的 這個邏輯是不通的 我在想那些立委 聽起來好像又在幫那些員工報區 其實這個邏輯完全不通 我覺得誰的年終獎金最該跟GDP聯動 總統院長跟政務次長以上的政務官 因為經濟搞不好是你們這些人的責任 不是國營事業員工責任 我平常聽講 你要國營事業員工為GDP來負責任 我覺得不公平 因為國營事業管不了那麼多 可是我們回歸正題 國營事業員工可不可以領年終獎金 可不可以領績效的獎金 可以 當然可以 因為他們也是勞工嘛 問題是什麼叫做績效 什麼叫做績效 大家搞清楚什麼叫績效 我們在討論可不可以領績效的獎金 很簡單 以民事來講 民事有廣告部 老闆今年定一個 廣告部今年要做多少業績 達到之後 每個人績效獎金多發半個月 這個叫做績效 那請問 所有的國營事業 台電也好 中油也好 台糖也好 請問你們達到績效沒有 如果沒有達到績效 那你們就沒有資格領績效獎金 我不是說國營事業員工就一定不可以領績效獎金 但是你要達到績效嘛 那這個績效是什麼呢 我們剛剛善一段講很多 很多的弊案 很多的肥貓先處理掉之後 但是也不要誤會說國營事業一定要賺錢 因為台灣的國營事業很特殊 幾乎都是民生必需 而且是獨佔或寡佔事業 也不是說你一定要賺錢 但是你這個績效有沒有達到 你有沒有讓人民有 我不要講物超所值 就是物有所值的 油電水瓦斯可以用 這樣就夠了嘛 是 我們再來看一下 你如果說到馬政府 你有沒有聽到 去市面的嚴寶兄 政府組織大改造 結果如何 暴增一百億的負擔 然後呢 還要有健保局老闆局千億元 雇員 因為組織改造 變成公務員 瑞德兄 組織改造的目的是 是要增加人還是要減少人員 這個我講一個故事 是 北北基還沒合併 但是有一些報社 因應的北北基 台北縣市 現在新北市 跟家人的記者規定 合併了 合併了 他的條件就是 要裁掉部分的裁員 一個部門通常 要裁一個以上 為什麼 因為就是要合併 合併就是要精簡人事跟戰力 有人越合併越精簡 結果越料越多 一百億的 各位 我們剛才說的 那是幾十億而已 這是多出一百億 從六十公斤減肥到七十公斤 有這種說法嗎 健保局過去 四個月 四點幾個月年終獎金 給我們大家攻擊 因為健保局 健保費都在地虧損 在地虧損 現在二代健保補充保 還給你扣 對不對 後來被攻擊攻擊的以後 現在更改回來 改到比較低 那麼請問一下 他說的道理 他很有道理的說 他的長官說 我希望我下面的人 能夠全部變成公務員 他們本來是雇員 雇員經過內部深等考 可是我請教一下 這樣人家去考國家特考 跟國家考試的人要怎樣 高普考的人要怎樣 基層特考的人要怎樣 各位說 以前說去託警察專科學校 你畢業後就有鐵飯碗了對不對 是 你錯啦 現在警察專科學校 你如果沒有去考 警察特考裡面的 平等特考考過 你沒有考過 而且現畢業你過幾年內 沒有考過 你要 你警察沒辦法做 你還要陪國家 你在考警專討三年的錢 那錢你知道嗎 所以 為了公平起見 大家 遊戲規則就是這樣來的 你特考 當然你可以說 那我 金融特考 我可以錄取人數多一點或怎麼樣嗎 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補救 但是你不能便宜行事說 這樣既然要組織再造 所以這些人便宜行事 穿幾個 全部都比公平安都可以領月退 都可以享受所有的福利 然後抗他人之鎧 都要花掉納稅人跟國家 100多億的血汗錢 是 這個我們再來看一下 前面這個狀況 政府組織大改造 越改人越多 全序部次長吳聰是怎麼說 為了公平正義非黨不可 我要請問一下 玉鴻兄 全序部跟健保局 勞保局 他不是同一個政府嗎 所以我們要看 我都懷疑在製造業績給他 我們就看考試院全序部 哪用 如果你說這毀壞文官制度 吳聰城是這樣講 這毀壞文官制度 這也是無名 因為有一千個雇員 應該是通過高補考 才能做公務員的 這些人沒有考試 就自動轉回公務員 這當然毀壞我們文官制度 而且他送上去了 送上去 但是要經過全序部同意 沒錯 可是他送上去 他們不曉得有這些法 是不是 可是我就不知道 吳聰城好 你娘那裡用 這個案子要在立法院裡面 你娘那裡用 我聽說你娘那裡用 你娘那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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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看你考試院 堅持的 能不能堅持下去 你說馬燕姐 我給你摸摸頭 這個案子就過了 是 票一下又多了幾千票 來 傑明兄 我這邊有三件事跟大家報告 第一件事聯合晚報的標題 非常有趣 它叫做部會大戰 也就是說我們的中央政府 不但組織改造 而且改造完要彼此大戰 戰的是什麼 是一個完全不應該 變公務體系的 卻變成公務體系 這是第一點 所以我們要拭目以待 到底這政府在併俠榜 外邊攻擊 就是對外拓展不夠 內鬥是第一名 第二件事情 我們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繳稅 來養這些肥貓 我要說肥貓 並不是意味說他們領很多 而是當他變成公務員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領退服了 我們政府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我們並不是批判說 這些人領多少 我們現在沒有領到 心情很不好 不是這樣的 我們害怕是這件事情 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是我們國家的舉債 這是我們的GDP 我們要認識一件事情 我們不可能 再像以前有什麼 百分之五 百分之六基金帳 不可能了 已經沒有那個時間了 我們現在就是 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就已經謝謝上帝了 也就是說我們的稅收 是不可能增加的 稅收是這樣子 但我們的負債是增加的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這個馬政府 當時阿扁時代 公務員從四十五萬人 降到四十萬人 你知道馬總統 只花四年的時間 就把公務員從四十萬 變成四十一萬 現在變四十二萬 請問一下 上次新聞局解散完之後 新聞局的官員 在什麼地方 還在公務體系 越減越肥 我們要說一件事 如果一個政府 他真的很在乎 我們老百姓的未來 在不加稅的情況下 讓這個國家 我最後一句話 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有多麼可怕 在這張圖卡 我們真的不願意去說 如果一個政府 你真的有心的話 來看一下 這叫做財政缺口 看到沒有 這缺口開始擴大 傑民兄 像我們有一個很好的 一個例子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蘋果日報給他領 農委會酬庸 卸任高官 月領十四點五萬 這是有名有姓的一個例子 農委會國際處 昨天回應 糧肥中心主任 卻由前副主任擔任 借重其對農業政策的了解 現任主任黃有才 月薪十四點五萬元 並不算高 他也挺領月退縫 這個位置十四點五萬 並不算高 來 傑民一下 十四點五萬元 不算太高 所以我就說一句話 那什麼叫做高 他已經告訴你 叫糧肥中心了 所以我要說一句話 我們為什麼要繳稅 來養這些肥貓呢 而且說一句話 這個組織到底做什麼事情 如果這個組織那麼重要 農委會就撤掉了 我要農會幹嘛 我覺得這些組織就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政府 總共有175個 莫名其妙的基金會 裡面搞了2300億 就是專門養這些肥貓 然後他們可以大言才來說 這些人公在國家 我們不要忘記了 我們的什麼日月潭 什麼地方清水燈來 叫阿公他們的貨車 整個把你拉進去對不對 人家跟你說一句話 這個是時髦 這個像一張白紙一樣的 海積會現在當時那個臨終身 他就想贏一九個二十三萬塊 無心變有心 好 我們一段先到這裡 收拾一下 阿公繼續 糧食肥料中心 叫糧肥中心 所以這個牛旺兄有他的解釋 糧肥中心顧名是儀 就是這個缺又糧又肥 叫做糧肥中心 這個黃友才我對他印象很深刻 是 他陪馬英九去巡視的時候 農民跟他講說 香蕉價錢不好 他說你放到價錢好再賣 是 這個人 所以佔這種又糧又肥的缺 14.5萬 一個月 無算以高興 來來來來看一下副比式 我們的48%是